27、大公報 天安門整修長安街鋪防爆層 2015年7月27日中國新聞A13 大公報信 據《中新網》報導 徐復用貧禽即賽送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月兵式的臨近 月兵主場天安門廣場以及周邊地區加緊備戰 北京方面得緊整修了天安門石板道 人民大會堂西側、南側道路 粉刷天安門承留 還出於安全、防空的考慮 在長安街底部修建了一層防爆層 25日 記者從北京市城市道路養護中心了解到 今年 要對天安門石板道沉陷破損的石材進行更換和整修 且對石材之間進行全面貫逢處理 以保證石板道整體結構的穩定性 據了解 天安門石板道此次整修工程 共計需要處理鬆動 破損石材共計215塊 冠逢3.8萬元米 預計本月30日完工 金色湖南變雕花 湖南25日凌晨 人民大會堂西側 南側道路開始攤拋力清 以解決現況檢查井沉陷 井圈井蓋高差 路面碎力及裂縫等問題 工程計劃加固檢查井75座 病害維修1530平米 罩棉家鋪23660平米 報道整修500平米 確保道路平整美觀 周邊路況和景觀統一協調 除了以上道路的養護 記者在長安街看到 之前緊約的金色湖南已經變成了雕花湖南 長安街新湖南樣式提煉了蓮花 如意等中華傳統元素 莊嚴沉穩 口腫大氣 體現了神州第一階的風格特點 此外 天安門城樓 中西觀禮台及長安街兩側的建築物外立面都啟動了粉刷工作 而完線變電箱 油桶 電話亭等公共服務設施以及果皮箱也將綠組更新 長安街的設計與普通道路有所不同 因為北京地鐵一號線在其下方 出於安全 防空的考慮 長安街底部修建了一層防爆層 氛圍防爆層 運營土層以及兩層力清層 總厚度約120厘米 而普通道路約厚50厘米 該中心透露 今年北京對南池寺大街 蓮花池西路等城市道路進行大修 共計14項工程 維修總面積約150萬平方米 預計所有工程在7月底員工 1.8.過程